你好,欢迎来到医学通识五十奖,我是博士宁 在你眼里,是不是每年的诺贝尔医学奖都代表了医学的伟大进步呢? 那你知道有一年的诺奖发错了吗? 这个奖项到今天为止都被堪称是诺奖历史上最大的耻辱 这就是1949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这个奖颁发给了一位医生 他发明了一种手术,切除病人的潜脑液来治疗精神病 潜脑液说的就是大脑的额液,额液负责复杂的认知行为 比如记忆,思考,角色,表达等等 那用手术破坏额液,精神病的病人 他的狂躁和幻想也自然就消失了,病人也就不闹了 但是让你说,一个没有情感,没有判断,没有思维 只有呼吸的人还能算一个真正的人吗? 有人是这么描述这个手术 他说啊,我的女儿做了手术,完全的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她的身体还在,但是啊,她的灵魂却永远的消失了 如果你看过电影《飞跃风筝院》 这个电影的男主角就是被强迫的做了这种手术 一个活跃的勇士,从此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这种血腥残酷的手术怎么能够获奖呢? 凭奖的人啊,当然都不少 这个手术之所以在当时被错误的颁了奖 就是因为在她以前,医学对于精神疾病的研究进展几乎是零 任何一点有可能的希望都让大家振奋 即便是一种今天看起来惨无人道的外科手术 我说一下,广义的精神病包括精神分裂症 抑郁症,情感障碍等等 很多种,但是狭义的精神病专指精神分裂症 这类病人可以出现幻觉、妄想、行为和情感异常 咱们今天提到的精神病指的就是这种狭义的精神病 也就是精神分裂症 根据推测,历史上很多的名人都有过精神障碍 比如梵高、莫伯桑、果格里 以及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那时 在以前,人们对于精神病充满了无知 对病人蔑视、反感、厌恶甚至残害 远古时代,人们以为精神病是鬼进入了人体 所以就给这些病人脑袋上打洞 以为这样可以让恶魔出逃 到了20世纪30年代 有的医生就给精神病的病人注射胰岛素 让他们造成低血糖昏迷 比如梵高、莫伯桑、果格里 用这样的方法来治疗病人的造狂幻想 再后来的治疗方法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能让病人变成行尸走肉的外科手术 而且啊,你别看这种手术残忍 这在当时可是有钱人才能做的手术 没钱的就只能关在疯人院里 给他们戴上手铐脚料或者捆起来 最人道的方法就是把病人关在阴暗、狭小、肮脏的地下室里 让他自生自灭 这就是当时精神病病人真实的生存状况 咱们只看到了病人攻击、逃避、造狂、抑郁、自残 甚至自杀的外在行为 但是他们的内心却是错乱、颠倒、虚幻和恐怖的黑白世界 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 直到一个药的出现 精神病病人的生存状况才发生了改变 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说的绿炳禽 这个药你可能很陌生 好像没有青霉素、疫苗、DNA这些发明这么如雷贯耳 但是英国医学杂志却把这个药评为1840年以来 医学领域的15个重大进展之一 在我看来 绿炳禽的发明可以和青霉素相媲美 因为它打开了精神病病人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枷锁 让医学的光芒照亮他们的世界 绿炳禽是医学发展重要的里程碑之一 咱们知道 战争的时候很多伤员会失血、会休克 1949年 法国的一位军医亨利·拉伯利特 一直都想找一种抗休克的好药 他找到了一种药 但是这个药抗休克效果并不好 咱们知道受了重伤的人通常会出现烦躁不安 拉伯利特给他们用了药以后 发现这些人居然都安静了下来 那么这个药是不是可以改变人的精神状态呢 他立刻就把这个发现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了 放到今天 这样的文章可能直接就让编辑给扔了 为啥呢 因为他只写了观察到的现象 全文连一个靠谱的数据都没有 但是在当时还真有制药公司就信了 这个公司加紧研发 很快就在拉伯利特医生用的那个药的基础上 改良出一种新药 这个新药毒性更小 作用更强 这就是绿炳禽 1952年 有医生就把绿炳禽 用在一个躁狂症的病人身上 这个病人的症状很快就消失了 吃了一段时间 他的行为甚至接近正常人了 又过了一年 绿炳禽在法国上市 到了1954年 绿炳禽在美国上市 十年以后 全世界有大约5000万的精神病病人 用上了绿炳禽治疗 大量的病人的症状得到了缓解 其中啊 很多病人甚至可以恢复社会功能 自力更生 自己能够照顾自己 能养活自己了 得了精神病的人 不一定非要住院了 很多人在家吃药 就能够控制症状 这在全世界就掀起了一场 精神病病人的非住院化运动 就拿美国来说 1955年住院的精神病病人啊 是55.9万人 十年以后降低到了45.2万人 也就是说啊 住院人数减少了接近20% 有的精神病医院 甚至由于缺少病人而关门了 在绿炳禽出现以前 人们认为啊 疯了就是疯了 就是废人了 但是有了绿炳禽 急性患者 近75%的人 可以重新融入社会 参加工作 正常生活 慢性患者 也有相当一部分病情得到了控制 绿炳禽 开启了药物治疗精神疾病 让病人恢复社会功能的新时代 1989年 绿胆瓶问世 1993年 利胚童问世 这两个药啊 代表着抗精神病药物进入了第二代 到了2002年 人类又开发出第三代抗精神病用药 阿力拍座 在我看来 绿炳禽带来的进步和意义啊 已经不仅是个药 不仅是一种治疗精神病的物质载体了 它给医学带来了三个进步 首先 绿炳禽的出现 赶走了所有不科学的解释 很久以前啊 人们把精神病的病人看成是魔鬼附体 到了公元前400年到500年的时候 西伯克拉底把病人啊 从神鬼的智谷中解救出来 西伯克拉底告诉咱们 这些病人身体里啊 没有鬼 是人自身出了问题 再后来 人们把精神病归因于道德 这啊 就又给这个病打上了一个羞耻的烙印 迪卡尔的二元论则认为 精神是独立于物质存在的 他把精神和物质看成是两回事 所有的误解都是来源于人们对于精神病发病机制的不了解 很多病啊 医学可以用客观的检查找到明确的证据 比如冠心病 咱们可以做心电图 做造影 做冠面CT 那么精神病病人的幻觉 拿什么来准确检测呢 咱们只知道是大脑出了问题 但是病人的外表看不出来任何的异常 即便是去世后 尸体解剖 也找不到异常的部位 所以呢 关于精神病就充斥着各种不科学的解释 直到抗精神病药物的出现 只要病人吃上药 很多症状就可以得到缓解 所有的疾病一定有物质基础 找不到并不代表没有 这一理论再次得到夯实 所有的不科学的解释啊 不攻自破 不需要多说 也不需要辩论 事实胜于一切雄辩 第二个进步是 绿病禽的出现 拓展了医学的治疗思路 有些病 咱们只要了解了确切的机制 了解了病因和疾病的因果关系 那就可以治疗 比如呢 有些肺炎 可能是因为某种细菌导致的 那么找到了细菌 就可以用青霉素制 青霉素干扰细菌的细胞壁的合成 让细菌死亡 然后啊 依靠人体的免疫细胞 自我修复 治愈疾病 但是更多的病 到目前为止 咱们找不到确切的因果关系 和发病机制 那么这些病怎么治呢 比如高血压 糖尿病 比如啊 咱们今天讲到的精神病 难道必须要等到 搞清楚因果关系的源头 才能开始治疗吗 1972年 也就是绿病禽 上市19年的时候 医生啊 发现绿病禽的作用 和大脑内的多巴胺受体有关 绿病禽阻断了多巴胺受体 对大脑内的神经地质进行干预 就可以减轻精神错乱 也就是说啊 我们可能短期内 没办法精确了解因果 那我们只要找到发病的某个因果链条 阻断链条 同样可以治病 从干预因果到干预因果链条 这是医学治疗思路的拓展 1957年 人类研发出第一个抗抑郁药物 2014全球精神疾病药物研究报告指出 目前全球生物治疗公司 在研究的精神疾病治疗药物 一共有啊 119种 其中精神分裂症药物36个 抑郁症药物29个 注意力缺陷障碍和多动症的药物15个 抗焦虑的药物15个 自闭症的药物有6个 它们全部的作用原理 都是针对发病中的某个因果链条 或者是某种地址 2019年3月份 美国FDA审批通过了新型的抗抑郁药 右旋律元酮 它的作用原理啊 还是针对某个因果链条 作用于某种地址 也就是说 到今天为止 有很多病 它的确切的发病机制 咱们还是没办法彻底搞清楚 但是啊 为了让病人的病能治 为了让病人好好的活着 那么咱们只要了解了 其中的某个关键环节 同样也可以起到很好的疗效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伟大的进步呢 第三 绿饼琴的出现 让医学的人道主义光芒 照亮了最后一片黑暗之地 在绿饼琴之前 医学上啊 几乎各个领域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精神疾病依然是荒芜一片 咱们也想想啊 在这个医学没有取得突破的领域 想想啊 那些被关进丰人院 或者走失在人间的精神病患者 他们被看成贱民 恶魔 或者悲惨的生活 医学的光辉 从来都没有照亮到这片庞大的黑暗的区域 很多人对于这类病人充满了蔑视 有些人呢甚至去恶意地攻击他们 也许咱们在街上偶尔会遇到走丢了的严重的精神病病人 他们满身的污秽 在街边啊 翻着垃圾找东西吃 那会不会有人告诉自己的孩子 这是疯子 离他远点呢 可是他们是病人呢 他们没有道德问题 也许有一天 咱们周围就可能会有啊 至亲的朋友 或者亲人发病 绿秉琴 第一次让医学的曙光 几乎照亮了疾病黑暗世界的每一寸角落 从此 很多精神病病人 可以像正常人一样活着 医学让人文更人文 好 总结一下 第一 精神和肉体 不是两个独立存在的东西 第二 从控制因果 到阻断因果链条 是医学对于疾病认知的进步 第三 绿秉琴是科学的人道主义 最后 我也送给你一句话 很多偏见 来自于无知和误解 医学没想着去消除偏见 但是他在不停的探索和揭露真相 从而将偏见连根拔起 我是博士宁 咱们下讲见